浩然敬老院风光举办重建工程动土典礼 住民们无不期待四年后可以搬回新大楼居住 但其实整个计划执行起来相当不容易 整趟搬家过程历时四年准备 身体还算健康的长辈 已经先行入住位在广池不外园区的终继据点 但行动不便的老人家 则必须由工作人员一对一 连同轮椅一起送上游览车 这边的长辈很多都是不良旅行 甚至是长期握床 所以我们必须要有无障碍的这一个 这个游览车 能够升降 才有办法把长辈呢 送到游览车上 因为他要坐轮椅等等 但是这游览车不太好找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量大 所以你要同一个时间呢 这些车辆能够同一天来调集 事实上是比较困难 所以因此我们那时候才分成 两天的时间来做搬迁 浩然靖老院民国75年正式成立 主体建筑物经过多年使用 已经老旧不堪 由于耐震都不足 加上又被判定为海沙屋 补强效果有限 为了维护住民与工作人员的安全 北市府决定拆除重建 但400位住民要搬家 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第一个你必须说服长辈 我们为什么要搬迁 因为很多长辈是觉得在那住久 他就是不想搬 所以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 不断不断的说明 我们因为建物不安全 所以我们必须先选择做搬迁 这边尤其是安阳区 大部分都是四人床 那么四人床跟原来他们在 关都那边的一人床是不一样 所以当然长辈会很不适应 所以我们在这个部分 也都是提前一年两年就跟他讲 我们家里那边房间的规格是怎样 请这个长辈要做好心理上的准备 尤其今年四月 最后一批住民准备搬家时 刚好碰上0403全台大地震 院长佟权担心本来就不耐震的建筑物 可能会造成坍塌意外 让整个搬迁计划功亏一篑 幸好老天眷顾 最后所有人都平安进驻广池中继据点 现在终于可以稍微喘口气 也期待四年后崭新的大楼完工 能重新提供弱势长辈更舒适安全的养老环境 记者游祥亭台北采访不到